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次的TensorFlow学校的Nongolet 这一次呢我们会要讲到TensorFlow它的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怎么样处理数据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是TensorFlow的一个底层的结构 也就是神经网络的结构 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张图呢 这样的一张图呢它是一个Input Layer 然后第二个是Hidden Layer 也就是隐藏成 最后一个是输出成的一个典型的神经网络的结构 那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这种Input Layer呢 它可以包含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的XInput和我的YInput 那这就是两种不一样的Input 然后Hidden Layer呢隐藏成呢 它也是可以被打开 然后看一下它具体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这个隐藏成它包含了一个Waste and Bias 也就是它的这种权重和偏执 那我们会在今后的练习当中 具体讲到怎么去设置和怎么去处理这些偏执啊 这些W和Bias 然后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结构 比如说这个呢是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那个激励函数 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讲到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那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 在TensorFlow需要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也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结构 建立好的这个结构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数据放到这个结构中 让TensorFlow它自己去运行 那TensorFlow它用中文翻译呢 就是向量在这个结构里面飞 那这就是TensorFlow的基本含义了 我们自己看一下它是怎样的一个向量在里面飞呢 好 那首先呢你看到它这边呢是有一个流动的概念 那我的input呢它怎么样飞 它先飞到我的这一个隐藏层 这是一个隐藏层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输出层 它数据呢它不断的这样飞飞飞飞飞飞飞 你看它在这边走 然后这边呢是我的TensorFlow的一个数据处理的地方 叫做grading descent 也就是叫做什么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反正叫做grading descent 然后通过这种处理形式呢 然后我再把它的每一层当中的这些参数呢 进行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 那这就是 那这些完善了的参数呢 在我们下一次的TensorFlow这种数据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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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啊或者是进步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节课所要讲的 TensorFlow的数据处理形式 那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到如何用代码 来实现这种创建结构啊 处理结构的这种形式 欢迎大家继续观看我TensorFlow的视频教学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在下面提出 我会有不断的解答 然后呢也欢迎你订阅我的相关频道 我会有更多关于TensorFlow或者是 机器学习啊还有Python的一些基础教程的更新 谢谢大家拜拜